其实命理学的真正重点是让我们看到怎么样让我们人生更好 而不是只看到不好的部分 而很多书籍跟很多老师一直恐吓你 那是因为这样他能够赚钱 就告诉你帮你算命要背业障 有没有 这样才会付钱给他 是因为这个样子的原因 可是他不该是命理学的初衷 好我们来谈话剂到财博宫 Part 2 两天高达快2万的点阅率 我的影片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高的点阅率了 大家都很想要看这种很刺激性的话题 有争议性的话题 为什么这么高的点阅率 我相信有很大的原因 很多网友就留言说 那一支影片是心灵鸡汤 那老师很正能量很正向这样子 算不算心灵鸡汤算不算正向 这边我不需要跟大家讲 第一我一定是就学理来跟大家说 我其实不太是一个纯粹安慰你的那种命理师 我都是蛮很直接的讲 我也不会有什么这种 这是各流派的不同 破悉尼的志愿 我都是很直接的 就好像你们一直骂我的政治一场 我还是很清楚告诉你说 我就是就学理来做判断 那你不喜欢我就离开这样子 所以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觉得我的影片很正能量 我很希望我的影片可以帮助到大家 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 我的论点绝对都是就学理来说 那当然这中间有个很大的重点是说 我一直都认为命理师绝对不应该恐吓别人 命理师绝对不应该动不动就跟人家讲说 你这样赚不到钱 你这辈子婚姻不好 你这辈子巴巴巴 那你这个创业一定完蛋 等等等等 不该用这种角度 因为每一个人来到人世间 一定是有你的功课要做 一定是由你所需要去努力跟奋斗的事情 否则我们常听到人家讲说 那你是不是要来修行 空节桌面要修行 那个做福德要修行 那个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 命工化器的 就是要来修的 讲的好像我们来到地球上 都是坏掉的一样 这些出家人们 你们就佛教的观点来讲 如果不用修行 如果不用还夜报 如果没有债要还 那我怎么会在这边 我早就证阿罗汉果 我去西方极乐世界 我怎么会在这个绘土的婆娑世界 那绘土那绘是很肮脏的意思 误会的绘 我怎么会在这边呢 所有人在这里一定就是要修行 不然谁会在这边 拿个念珠就以为自己是菩萨 念两本佛经以为自己是佛陀 然后那个拿山珠香 你就以为你自己是神明 到处去指点人家说你要修行 这是不对的 然后会几个算命呢 就是说我要帮你背业障 犯妈的你自己还不是业障一堆 没有业障怎么会在这边 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该这样子说 就好像你去看一个医生 他直接跟你讲说 你这个我这会死掉 谁不会死掉呢 我当然知道说 我可能得癌症我会要死啊 那我当然知道说 我可能高血压 我有一天会死啊 我可能知道说 我糖尿病我有一天要洗肾 谁不知道呢 还用你来讲 那我们要知道什么 我们要知道的是 我有这个问题 那我该怎么做解决 或者是说 其实这些事情 是不是并不是这么的负面 上一次影片在讲 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话剂是一个动力 你的人生有空缺 你才会有动力 这才是上一次影片的重点 那很多下面网友留言啊 只会批评啊 或者说不准啊 或者怎么样啊 等等的 我今天谈的是 你有了生活中的空缺 你有了觉得不足的地方 你人生才有动力 而人生有动力 跟人生愿意拼搏的人 相对容易赚到钱 这上次影片的重点 话剂的重点是这个样子 挤心挤心 你自己的内心 你愿意求于自己的内心 愿意努力的去追求 看看你自己内心要什么 那你相对容易得到一些试清 正常人怎么样会去看到自己的内心 对不对 就是正常人怎么样看到自己的需求 一定是他有碰到一些 砍一些挫折 就好像那个我去健身房 如果每一支牙铃我都拿得起来 我会觉得我自己很弱吗 不会啊 如果跳高的时候 那个我都跳得过去 我会觉得我弹力不好 体力不好吗 不会嘛 我会觉得我太胖吗 不会嘛 就是一定有一个砍 我过不去 大家都过了 我过不去 我就会知道原来我太胖了 那我要健肥 原来我不够壮 那我要练壮 那有了这个事情之后不断的出现 那别人的路都是平平的 那他不会注意到他胖 我的路都是各种砍 那我一路走下来 我当时就会变壮啊 这是为什么原住民 他们体力就是比我们好嘛 因为人家上个课 可能要走三路走三十分钟一个消失啊 那我们平常走平路你都觉得累 五年十年下来 那他体力一定比你好 这同样有一个人 如果说因为化气的存在 而让他觉得 他的人生不够满足不够足够 而这个不够满足不够足够 来自于自己的内心 来自于现实的生活 因为会有本命盘跟预线盘 所以不要一直谈本命盘 其实一直去看本命盘 然后来跟我讲说说你那个 命功化季会怎样 是这样没有意义的 因为他有预线盘会影响 预线盘会影响 本命盘会影响 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是自己内心觉得不够 所以有些人会告诉我说 对没有错 我老公一直都觉得自己不满足 一直努力的学习 反而他觉得很快乐 那有些人他不见得快乐 因为他是环境给了他这个压力 环境造成他必须要做这些事情 他不见得会快乐 但是环境给他这些事情之后 如果他的化路 上支影片也提到说 化路要用化剂去补 所以我这边在那边空缺 可是我如果化路化在对的地方 那我知道怎么去弥补我的化剂的话 我反而容易赚到钱 我因为有压力 可是呢 我因为有这个压力 所以让我认真去赚钱 哎呦我知道怎么赚钱 我反而会赚到大钱 所以这个几星呢 有的时候的环境给我们 让我们探究内心 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天生的 那看你是在本盘 还是在运线盘上面 所以因此化剂 它的重点是因为空缺而产生动力 那当然也不可否认 四话我们不在日在谈的 一定要看星药 因为太阳化剂 无群化剂 太阴化剂 天下化剂 联真化剂 每一个化剂产生的空缺通会不一样 比如说那个天机化剂在财博宫 它主动是天良 然后它主要很喜欢去炒股 那可能真的不太好 因为它有的时候那个计算就算错 你知道吗 因为天机是计算 因为它的计算产生空缺 那它可能就真的会有些状况 所以要看路在哪里 有没有办法补它 确实还是要看星药是什么 跟化路在哪里 但是呢 不要看到化剂觉得害怕 其实命理学的真正重点是 让我们看到 怎么样让我们人生更好 而不是只看到不好的部分 而很多书籍跟很多老师 一直恐吓你那是因为这样看能够赚钱 就告诉你帮你算命要背业障 有没有 这样才会付钱给他 是因为这个样子的原因 可是它不该是命理学的初衷 本来只会走速就是一个正能量的东西 它告诉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人生会变得更好 那不可否认这个化剂要怎么复杂的应用 为什么房间很多书 他们都没有办法写 最主要是因为它的使用呢 就稍微有点复杂 我们希望要用比较正向的态度 让大家理解化剂的存在 那实际的运作呢 我们会放在我们的会员频道里面 如果没有来上我的课 那你可以参加会员频道 我们也会在里面讲 那会讲比较详细一点 好谢谢大家 真的不要再怕话气了